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愿上帝的话语如同甘露滋润你的生命 又如同泉源从你的生命中涌流出来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 约书雅记第20章 这一章很短 只有九节 主题是逃城 至于什么是逃城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参考民述记第35章 这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 上帝之前借着摩西小域以色列人要设立逃城 上帝要以色列民在境内分出诚意 给立位人居住 又要在这些诚意中分出六个作为逃城 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 约书雅记第20章可以说是民宿记第35章具体的呈现 所选的这六个立位人的城市分布在以色列境内 北中南三个地方 三个在迦南地 三个在约旦河东 分别是基迪斯 事件 基列亚巴 也就是西伯伦 比西 拉末 戈兰 这六个诚意是分散的 好让境内所有误杀人的人都有可能在被暴血仇人追上以前逃到最近的逃城 不论是新旧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很重视生命 因此杀人者死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被杀的一方他的亲人有追逃血仇的责任 只是如果是误杀呢 本来没有仇恨的双方以及双方的家族 因为这样的事件却落入不止息的报仇循环里 这并不是上帝的心意 因着逃城的设立 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 他不喜悦我们用血气用思义去处理我们自以为应有的权益 或是应尽的义务 因为逃城的设立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杀人的一方即便不是蓄意杀人 他仍然必须候审而不是逍遥法外 另外有一件值得你我注意的是 报血仇人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为致敬的亲属 正如路德纪第二章第二十节的那个字 或是救赎主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四节 这个死者被夺去了生命 他亲近的亲人有义务为他报仇 可以想见的是这会是很迅速的行动 不然也不用设立六座分散在以色列全境的逃城 好让人可以及时的逃入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我们身上富有什么样的邪海深仇吗 好像没有 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想过一件事吗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至亲的人 我们所爱的人 是不是仍然处于被偷窃 被杀害 被毁坏的情况中呢 那我们又做了什么 我们告诉过他们 上帝喜悦什么 不喜悦什么吗 我们试着行公义 好联敏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好让人知道在哪里可以寻得生命吗 另外那位热切 而且真实的为我们报血仇的救赎主 的确已经来了 他用他自己的报血买赎我们 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 有你的心肠 使我们为我们的骨肉至亲迫切 为我们的骨肉至亲交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